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运输安全管理局今天表示 将把原定于3月18日到期的口罩规定延长至4月18日 延长的决定是基于疾控中心的建议 联邦疾控中心未来一个月会跟各政府机关合作 就核实哪些条件下大众运输场所应佩戴口罩 严明出一套新版的政策 运输安全管理局也强调 所有的政策都处于对数据和科学的支持 航空公司和若干政府官员认为 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全国口罩令的延长 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今天表示 俄罗斯可能会计划对乌克兰发动生化武器攻击 沙奇说俄罗斯称美国在乌克兰有生化武器实验室 完全是子虚乌有 是赤裸裸的阴谋 因为俄罗斯这样说就可以合理化之后 他们针对乌克兰的非常规攻击 西方国家领导人都表示 他们非常担心战争可能会升级 尤其是俄罗斯可能会使用生化武器和小型核武器 在俄罗斯参与的其他战争中 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 比如在叙利亚战争俄罗斯的盟友 阿萨德政府就使用了化学武器 英国国防部长表示 俄罗斯周三在乌克兰使用了破坏力比一般的炸弹 要大得多的吻压火箭弹 英国国防部还说 俄罗斯私人军事公司的一些资深雇佣军 可能已经被派往乌克兰打仗 而这些雇佣军曾在非洲和中东犯下了人权罪 总部位于纽约的高盛集团今年宣布将关闭在俄罗斯的业务 成为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后首家退出俄国的美国大型银行 让同行面临跟紧的压力 在国际制裁俄国的情况下 西方金融机构在俄国越来越难经营 一些银行已经在讨论是否还要维持业务 知情人士表示俄国上月入侵乌克兰后 高盛在莫斯科大约一半的雇员已经或即将迁往杜拜 高盛银行在莫斯科员工人数约为80人 俄罗斯今天列出可能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名单 59家由于停止在俄经营或撤出俄市场 而可能面临国有化的外国公司 包括大众 苹果 宜家 微软 IBM Shell 麦当劳 保时捷 丰田 HM等公司 进入名单意味着违规公司及其管理层 将面临二方以下反制措施 扣押账户和资产引入外部管理层和财产国有化 此外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可能会因为特大规模故意破产 以及欺诈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最新数据 自俄罗斯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 已经有957人受伤 549名平民死亡 其中包括26名儿童 在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的伤亡人数最多 由485人受伤 123人死亡 根据该组织的说法 大多数平民伤亡都是因为大范围的爆炸性武器导致 包括导弹空袭火箭弹等等 而官员认为实际的伤亡数字要比这高得更多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